我不希望做陈迪 老是讲我比他幸福太多 2003年4月1日 一个名叫张国荣的时代落下了帷幕 有人说他得了20年抑郁症 最后败给了病魔 有人说他是入戏太深 走火入魔 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太红了 所以有无数人想要他死 但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他没有身患20年抑郁症 更没有所谓的为情所困 2002年张国荣才确诊为生理型抑郁症 每天都会畏酸倒流让他极度痛苦 尽管如此 每个了解他的人都还会说 张国荣是个十分潇洒的人 早年张国荣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歌手 1978年推出首张英文唱片《Z追命》 却被外界嘲笑说唱歌就像小鸡叫 好不容易等到首次公开演出 现场观众却只有寥寥两千人 他张开头唱歌后 全场甚至传出了一片虚声 一出来就被人在那里的狗那样吹回来 忍你吞声忍就来啊 我日子来日方长 面对质疑和谩骂 张国荣从不理会 一如既往的乐观大度 张曼玉就常常在采访中和他嬉笑打发 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因为你bitch就吃得很好笑 而如果你了解张国荣的童年 就会知道他绝不是个脆弱的人 张国荣的父亲名叫张伯海 是香港著名的杨父大王 曾被马龙白兰度 西区柯克等大佬做过衣服 张国荣作为家里的老妖 从小就被送到英国生活 直到1997年父亲病重 他才第一次回到香港 用他的话说 自己这辈子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还不到五天 因为相处的时间太少 张国荣和父母格外生疏 就连在家想要上厕所 都会很客气地问母亲 能不能借个洗手间用下 幸运的是 张国荣虽然和父母存在隔阂 却有数不清的好朋友 梅艳芳就是其中最好的内部 两人关系好到甚至可以同睡一张床 不仅如此 张国荣还是个非常接地气的人 他说自己平时很喜欢逛菜市场 当听到菜市场的大叔大妈们叫自己哥哥时 就会感觉十分亲切 试问像他这样充满烟火气的人 又怎么会讨厌人间呢 出道以来 张国荣扮演过数十个角色 倩女幽魂的宁采辰 英雄本色的宋子杰 东邪吸毒的欧阳峰 阿飞正传的旭仔 胭脂扣的十二少 当然还有霸王别姬的陈迭一 无意不是让人难忘的经典 但他却从来没因为拍戏走火入魔过 与他合作过的导演们都明确表示 传闻张国荣入戏太深 走火入魔 全都是媒体恶意编造的 圈内人都知道他出戏很快 张国荣这一生究竟帮助过多少人 曾经有一名年轻歌手 在参加完新秀歌唱比赛后 被张国荣邀请示范 哥哥告诉他不管是唱歌还是做人 都要踏踏实实 并带他去见了黄湛 这名年轻歌手就是黎明 想要在香港娱乐圈混出头非常不容 曾经蹲过大牢的他更是如此 是张国荣看出了他的潜力 称他可以当自己的接班人 还把人脉同同介绍给他 于是才有了现在的古天乐 1998年 张国荣在拍MV时 注意到了一个站在角落的女孩 他主动把女孩拉到身边 增加他的出镜率 这个女孩叫做林志玲 以前有个年轻歌手烟影很大 张国荣在走廊里看到他在吸烟 就走上去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 少抽点烟 对嗓子不好 这个年轻人果然减少了抽烟的次数 之后还成为了歌坛天王 他就是陈奕逊 曾有个记者渴望能当歌手 视张国荣为偶像 每天都要听哥哥的歌才能入水 张国荣知道后就帮他联系音乐制作人 这个人名叫古剧机 有一个女艺人曾和张国荣一起住在湾仔会几个公屋 两人经常一起搭公司的车去片场 有一天张国荣问这名女艺人过得好不好 女艺人听完后立刻就哭了 张国荣沉默了几秒后 搂着女艺人的肩膀对他说 我会对你好吗 这个女艺人就是林青霞 2003年 两个女孩打电话给张国荣 说自己有一个单位 想请哥哥来客串一下三叔公这个角色 此时的张国荣已经是香港娱乐圈的大咖 但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这两个女孩的组合名叫Twins 有人说张国荣的朋友遍布整个娱乐圈 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甚至可以说哥哥一个人 就帮助过境一半的香港艺人 张国荣是个非常爱国的人 回归演唱会之后 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1998年 张国荣受邀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委 走红毯那天 他穿了一身糖装 因为他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评委来自中国 张国荣从小在英国长大 所以英语极好 但让人奇怪的是 他却一点都不想去好莱坞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时 他一脸嚣张回答道 而更让人记忆犹新的是 张国荣到日本开演唱会时 甚至在上万名观众面前播放了红色恋人的经典片 张国荣曾拍过一本写真集 首页上写着八个字 红旗拼档 国泰民安 而这本写真在日本卖到脱小 虽说张国荣的妇女都是香港人 他从小又都在英国长大 但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时 他解释道 从这个小小的外省人 就能听出张国荣早已把香港当成了祖国的一部分 后来张国荣的普通话越说越好 甚至还掌握了国语的精髓 每次说起到大陆拍戏活动 张国荣总是会用回这个词 对上海更有着特别的感情 每当想起张国荣 心中总会想起一句话 莫上人如玉 公子世无双 这样一个温润如玉 谦虚爱国的人 又怎么会不受大家喜爱呢 你是如何看待张国荣的一生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